十多位来自大陆南京的小学生 进了大爱馆 听着上了年纪的慈祭志工 说着这件毛毯怎么来 67个宝特瓶做一条毯子 很暖和的毯子 硬邦邦的宝特瓶 经过再制成了柔软的纤维 毛毛块这有没有细 我也觉得特别神奇 像比棉花还软 我觉得宝特瓶它都硬硬的 不可能会变成这么软 但我真的见到 比棉花还软非常软 舒服吗 很舒服 慈祭怎么做环保 孩子们亲眼见到 亲手触摸 带队的校长说 这一次八天的台湾旅游行程 特地来参访大爱馆 我们希望通过一些实践的 这样的一个体验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能让孩子在心里面 真正的去埋下这样的一个种子 校长说她在大陆 有姻缘参加慈祭活动 才了解慈祭做环保 有多用心 进司堂啊 然后去参访慈祭的时候 都会去换这个鞋子 然后穿着也特别觉得很舒服 她随身戴着慈祭的袜套 很多用品都来自大爱感恩科技 她自己力行环保 也期待孩子能有一颗感恩的心 珍惜雾命 爱护地球 大爱新闻 张力军李月威 台中报道